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在看到那個一直長東長西的預告還有日本播出後 評價兩極的反應在靜影聽看之前都已經先打好了不要太期待的預防針 但實際在看完之後我只想說 對不起我竟然小看你了 大家好我是說唱新年快樂 跨年長的灌籃高手劇場版The Firstest雷門檔會有多少人去看啊 我先說我當下看完的心得就是 雖然不算完美但真的非常優秀 對許多人心中最經典的一部籃球作品 各位對這次灌籃高手劇場版最大的期望 應該都是希望能藉由看完那場最重要的一戰來彌補自己那有空缺的青春 那所以灌籃高手劇場版湘北的對手到底是誰 日本上映前這個對手真的是長了很久 那因為台灣比較晚上映的緣故 加上早就一堆預告有出現和誰打的畫面了 所以我在這講應該不算劇透吧 沒錯就是所有灌高迷們最期待的湘北VS三王工業 但如果你以為你能因此夢回青春的話 我只能說請先行信 必定在正式上映前拿錦上熊燕老師 就有說過這次的故事將以全新的角度切入 也就是以工程良田作為主角來帶入這場湘北VS三王一戰 所以這次比起對戰三王 你會看到更多的是在描寫工程塔的過往 像是工程和他家人之間的故事 以及工程和湘北其他成員間的故事等 反而有點山王好像不過是玩上工程故事的最後一塊評圖罷了 也因此剪上熊燕老師才會說不論是新觀眾還是老觀眾 他都希望大家帶著看新作品的感覺來看這次的劇場版 因為和漫畫的感覺真的完全不一樣 漫畫的話就是很專注的在描寫對戰三王的整個過程 像是三王的強大之處以及他們每個人都搶在哪 而湘北全員在面對如此強大對手時是如何突破自我後並加以成長 並在於觀察櫻木的視角來看看這位天才是如何從一個外行人 變成連三王都不敢侵蝕的球員 而據常版的話 三王的存在感其實真的就顯得非常的薄弱 雖然是有間接的在提三王這所高中有多厲害啦 但相比起漫畫那種一個個展現出三王球員的強大 劇場版因為沒辦法給三王的角色多一點氣氛 所以真的就只有感覺是在打一個好像很強的對手 如果是沒看過漫畫的啦 真的不會知道三王每月球員的強點在哪 再加上因為這次的主視角換成了工程 所以必要性的刪減了一些內容 真的是讓人感到有點可惜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原作粉絲們會覺得這次劇場版很不行的原因之一 畢竟對大家來說 刪減掉的那些不僅僅是內容而已 而是那曾經的青春 那我個人覺得雖然是真的很可惜啦 但畢竟早就知道這次的主角是工程了 所以我認為這都還算是在可接受的範圍 反而能因此看到一些工程那爪樣以外的性格 倒是有種原來你當時是這樣想的的新鮮感 而且即使把主角換成了工程 有一個被刪減最多戲份的傢伙 絕對都還是這部電影中最亮眼的一名角色 那關於這次劇場版除了劇情的主動點外 最令觀眾觀影前擔心的點 也就是3D以及聲優的部分 我也知道啊 各位可能真的是受到了不少作品的荼毒 再加上灌籃高手漫畫中 又有些表情是無法用3D來寫實呈現的 所以會不看好我認為才是情理之內 但我在這也必須老實說 這次灌籃高手劇場版 是我目前看過最優秀的一部3D運動動畫 光是看那每一次的運球 傳球 投籃 灌籃 搶籃板 以及蓋火鍋 都是多麼的真實流暢且不拖泥帶水 真的 雖然可能犧牲了那麼一點 呃 或許對某些人來說是很多啦 漫畫風格才有的表情 以及一些關鍵時刻讓關鍵畫面放慢的熱血感 但這也因此換來了這些極具流暢的畫面 我敢說啊 你光是看工程這段預告中 那流暢到哇靠的運球 你就可以知道電影是有多麼的優秀 至於日本那邊聲優全換的部分 我覺得是完全不影響我們這邊的觀看啦 畢竟我想很多人應該都是先看過中配 對於日配應該是沒有什麼記憶點吧 所以我當時在看的時候 完全沒有什麼沒了情緩的感覺 反倒是覺得這幾位聲優都配得相當到位 那我們這邊中配的部分 倒是原汁原味的把人都給請來了 所以更是沒有像日本那邊一樣的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音樂的部分啦 我看是有很多評論說啊 對這次的音樂很不滿意 很失望沒有放那些經典音樂 這點我只能說 畢竟都叫你當新作品來看了 所以檢上學友老師大概壓根 就沒打算放那些經典音樂 而且友誼所以啊 這次的音樂地靈感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好聽 尤其是最關鍵時刻的時候音樂一下真的是熱血到炸 所以我敢保證雖然不能聽到那些經典音樂 但這首低靈感不僅不會成為這部作品的敗筆 更是能成為這部劇場版如同畫龍點睛般的神來一筆 那當然如果要說前面那幾個點評價都是五五開的話 像是犧牲了什麼換來了什麼等之類的 那最後這一個小缺點就真的只能說很可惜了 就是劇場版啊切回一時的節奏問題 比賽的部分好看 且絕對是無與倫比的好看 工程的回憶也很棒 看完後我也很能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含義 但就是有那麼個幾次啊 從比賽中切換到工程的回憶時 會讓我在心中瘋狂吶喊 導演讓我看比賽啊媽的 幹你在比賽比到那麼精彩的時候 突然一個鬼切平淡回憶 真的是會讓人看得很想兩口 而且還不止一次 那種感覺大概就是啊 你熱血到一半突然就要你平靜 然後又突然開始熱血又突然要你平靜下來 高得我整個人啊都快要精神分裂了 那我當然也知道 比賽中回憶是動畫常見手法什麼的 但重點就是有好幾次的突然切回憶 是比賽和回憶毫無連貫的那種 你當下真的會有種啊 你斷回節奏切到這個回憶到底是什麼意思 雖然有些人是覺得還好啊 但我真的有好幾次是直接白眼翻到後腦上了在嘆氣 我相信有看的人都應該多少能懂我在說啥 也因此我才會說 這部對我來說真的非常的優秀 但並不到完美 總結來說 對於這次灌燃高手劇場版 我個人是絕對非常推薦各位一定要去電影院看 不管你是帶著去看情懷的心情 還是帶著去看新作品的心情 我相信只要你有看到比賽的最後一分一秒 絕對都會對這部劇場版感到無比的驚嘆 這部劇場版啊 真的就如同錦上熊彥老師他所說的那樣子 他想呈現的是如同現實打籃球般的感覺 從運用3D到極致的來呈現出各種流暢的運球動作 以及接球反應 甚至是汗水揮灑的細節 倒在球場上不再需要有那些拖泥帶水的心理對話 而是一個眼神過去就知道隊友意圖的開始戰術跑位 讓整場比賽看起來真的只有熱血和刺激可以形容 即使你知道下一球會進 你還是會不禁想要為那球歡呼 即使你知道主角們一定會突破逆境 但當逆境來襲時還是會有起緊張和擔心的心情 我敢說這真的就是在看一場自己喜歡球隊比賽的心情 我那天在電影院 全場觀眾真的就是出了工程的回憶畫面外 只要一到比賽畫面 所有人就不是單純的來看電影 而是到了比賽現場在看比賽一樣 就問你有沒有看過有哪一部籃球電影 會讓觀眾們在看到精彩進球的時候 全場拍手 沒跟你開玩笑 真的就是全場都在拍手 然後在看到關鍵進球的時候 全場歡呼 我他媽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來看電影的 還是來幫組長球隊加油的 可能會有人說 看個電影不要吵好不好 但我得說在當下 那整個影廳熱血的氣氛下 你真的不會覺得那個是吵 而是所有人對這部劇場版的一種肯定 尤其是最後一分鐘 一定一定 你一定要去電影院看 才能體會到他的精彩之處 礙於不能爆雷 我只能說這部劇場版 真的是把最後那關鍵的一分鐘 做得太完美了 OMG 而且也真的是只有錦上雄彥老師 他才敢來做出這種大膽的嘗試 因為只要一個弄不好 就有可能讓這段成為敗筆 但也是因為 劍上雄彥老師 他深陷著自己的作品 有辦法再次影響到現場所有的觀眾 他才會用人這種方式 來呈現最後一段 也因此才會讓人如此 深陷其中 最後我應該還會再去刷一次 然後再看一下這支影片的效益 再決定要不要出個彩蛋或是爆雷心得 那還沒看的人快點買票去看 1月13號正式上映 讓我們一起重燃青春 我是首長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